LLB亚太次星少棒锦标赛 30号进行预赛第三天的赛程 二连胜的中华队交手一胜一败的香港队 结果前两天都玩封口头对手的中华小将 开局踢到铁板 一局下香港率先发难 二三雷有人的情况下 第五棒李俊温 从中华队先发投手游藤瑶手中 敲出这支三雷方向的滚地球 1比0先持得点要到领先 但才一分而已 中华队真的没在怕 下个半局马上有所回应 而且这反击来得又快又猛 攻占二三雷后第六棒钟绍华 一棒把球送到深远的中右外野 不但垒上队友全部回来 自己也嘟嘟嘟冲上三雷得分大门 2比1中华队一口气逆转超前 接下来再靠着强迫取分攻下第三分 稳稳要回比赛主导权 而且中华队攻势打开以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三四两局各天得三分进账 瞬间以9比1远远甩开香港队纠缠 最后结果没有悬念 六局打完中华队11比1 提前结束比赛 预赛笑纳三连胜 我的体育胜安综合报道